作为国家领袖马英九总统现在最关心的是ECFA能不能通过民意的考验 而作为国民党的领导人马英九主席眼前的一大挑战就是年底的五都大选 而其中在台北市长的部分最近有媒体民调显示 民进党的苏贞昌如果投入选战 民众现在对他的支持度比现任市长郝龙斌还要高出三个百分点 对于这项民调结果郝龙斌本人今天表示愿意虚心接受 但是他的幕僚指出根据他们自己做的民调 郝龙斌至少领先苏贞昌7.5个百分点 而苏贞昌今天也出面面对媒体 他说目前还没有决定要参选 要等到月底立委补选完之后再来跟党中央讨论 对于有媒体民调年底台北市长选举 苏贞昌支持度领先郝龙斌3% 虽然差距在误差范围内 但市府发言人赵新平却感到意外 并表示最近两次内部民调 郝龙斌都至少领先苏贞昌7.5% 而郝龙斌本人则表示虚心接受 当然我们要虚心的来接受 然后同时针对民调中间 觉得我们可以加强改进地方 我们绝对有权力来加强改进 苏贞昌则感谢民调的支持 并表示目前全力辅选27号的立委辅选 他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参选计划 我也自己要多努力 但一切要等这个选举立委补选完再说 而且要还要跟党中央来商量 看看他们的整体意见怎么样 相对于郝龙斌全力投入拼连任 苏贞昌则还在台北市长 新北市长或职工2012总统大选之间 审慎思考 这也关系到苏贞昌未来的政治生涯规划 也难怪苏贞昌虽然民调传出好消息 但还是不愿轻易松口 记者综合报导